安娜 怎么把头发染回来了 安娜 对啊 安娜 你这头发的颜色 我染回去了呀 我们这都跟你学的 你怎么染回去了呀 你这个也挺好看的呀 罗安娜 你的头发 是怎么回事 我昨天回家 我爸看到我染的头发 差点心脏病都气出来了 我妈说 我要是再不染回去 她就不认我这个女儿了 可是大家都染了 你却 我看大多数都没染吧 行了 不讨论头发了 现在开会吧 我先说说公司的近况 策划部 找不到像样的方案 宣发部 写不出吊人胃口的广告语 广告部 招不到固定的客户 文学部 写不出夺人眼球的文章 再这样下去 我们的销量还会下滑 到时候你们就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吧 诺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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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说你的看法吧 我 没什么看法 你让我干嘛就干嘛呗 真的吗 嗯 好 我要让你把自己的经意 写成报道文学 在我们的看物上连载 行吗 我不会写 我会找人替你写 我没什么好说的 陆安娜 不要那么固执行不行 人的每一段经历都是财富 你的爱情经历 是很多人可遇不可求的 我找人替你写 就等于给你写了一个回忆录 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莫总 您结过三次婚 离过三次婚 三次上法庭 三次打官司 三次都输了 你为什么不写你自己呢 阿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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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疯了吧 竟然敢这么跟女魔头说话 你还想不想敢 我无所谓啊 你不怕她开了你吗 我才不怕呢 她还给那点工资 我还指望她养活我养 有恶性又硬核 就是不一样啊 要是患者是我 打死也不敢跟女魔头这么说话 哥雅 你骨子什么时候变这么软了 别站着说话不要疼啊 哥雅 哥雅 我叫你去她办公室 现在 莫总 您找我啊 坐吧 我有事要问你 你跟陆安娜是发小事吗 我们是高中同学 所以你很了解她的事吗 还算了解吧 我想让你把它跟那个外国人的故事写下来 这个不行 人家没同意吧 你听我说 还是你先听我说 这种事我真的干不了 莫总你也知道 安娜是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她知道是我写的 我怎么跟她交代啊 我们只是借钱内容 并没有真实的署名 再说了 用她的名字也不值钱啊 莫总 你还是别着我写了吧 安娜知道了 肯定跟我急 我还真得让你写 别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个过程 只有你了解 我觉得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再加上一些虚拟的情景 或者把它写成一种既是性的东西 让读者信以为真 再加上一些刺激的内容 莫总 这事我真的干不了 安娜要是知道的话 不用证明 她是不会知道的 除非你让她知道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你会不会为了公司的存活 而接下这个活呢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会喜欢这样的故事 也许你写完了以后 你还会红呢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让你考虑一下 我希望 你能够珍惜现在的机会 珍惜你的工作 你知道吗 现在在外面找一份工作有多难 语言 然后加油 来 做个事 欸 对 艾娜 嗯 我今天有话想跟你说 哦 说 我 我 乔林同志 你怎么了 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 说什么呀 你今天有点反常啊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不行回头再说 不 这个话其实很重要 他关系到我的做人 也关系到 我们未来能不能幸福 安娜 我告诉你这些 你答应我不要不高兴啊 林志军 你是不是要 安娜 我 您好您的咖啡 请慢用 谢谢 我 你快说 算了 我今天就不说了吧 不行 你必须说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实话实说 你今天怎么想 你就怎么说 还是改天吧 我改天 再找个好的机会 全都跟你说 好不好 林志军 你真是怎么这样啊 这句话就这么难说出口吗 好 好 那我说了 安娜 经过我深重的考虑 安娜我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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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虽然没有玫瑰 烛光 还有小夜曲 但是志军 但是志军 我想跟你说 我等这句话等了好久了 我一直都在等你跟我说 我愿意 纪念我 怎么了 不说这个意思吗 被你看出来了 对不起我 没准备戒指 没关系 等到婚礼上的时候 才给我戴上 原来 原来 你那天不是要跟我求婚 你是想要我给你妈妈献血 对吗 我太傻了